这个女明星,曾被三个前人一起围攻,轮番爆料私密照片,引得负面新闻缠身,沉寂十余年险些抑郁,可如今却再次凭借一曲爆红,有无数网友对她竖起大拇指,她就是王心灵,说起王心灵这个名字,想必大家都不陌生,毕竟对于部分80后,以及90后来说,她绝对算得上是童年的女神,可爱的长相搭配上甜美的声音,一度被人称作甜心教主,在近期更是通过一档综艺节目,重新让我们见识到了她的魅力。 一首歌曲暗影,直接让80、90后,瞬间掀起了一波回忆伤,仿佛回到了之前的青春时代,惹得无数网友激动的热泪盈眶,但这眼泪中除了回忆之外,更多的还是对王心灵,能从一命中爬出来的金牌,而带给她这样洗礼的,不是别人正是她最亲近的男友。 早在2003年时,17岁刚出道的王心灵,因拍摄车打载锥时,激视了大她两岁的男演员范芝伟,并因细对她产生了感情。 同时范芝伟也对这个长相甜美的小姑娘生出了好感,于是便开始疯狂地追求。 年少懵懂的王心灵,哪能承受住这样的攻势,于是便顺理成章了,和她走到了一起。 可当时的王心灵与范芝伟,两人的灵气相差甚远,为此王心灵也面对了不少非议,好多人都称她是为了蹭流量博眼球,可对待这样的漫漫,王心灵也并没有回应,而是独自默默承受,可即使做到这样,迎接她的却是男友的背叛。 这个女明星简直太惨了,接连三次被钱爆出私密照,还被亲生父亲利用名声牟利,险些狼称入狱,她就是王心灵。 在2006年时无数关于,王心灵男友范芝伟,出轨的消息扑面而来,可单纯的王心灵却不愿意相信,并且在媒体前还不断维护范芝伟,可在后来的八卦报刊上,记者拍下了范芝伟出轨的铁证,这下王心灵也不再挣扎了,而是选择了结束这场感情,并专心做起了事业,还取得了不错的成就,可反观范芝伟却没有那么顺度,片约减少入补付出,于是在这时她便动起了歪心思,为了驳回热度,范芝伟在两 人分手后的第五名,突然挑出来曝光,自己与王心灵的私密往事,甚至还公开了与王心灵的私密照,并且还扭曲是非,说到王心灵私生活不检点,惹到网络上掀起渲染大波,越来越多网友开始不断攻击王心灵,并接连开始,讨论起了王心灵的出业以及私生活,这让王心灵甜美清纯的形象瞬间崩塌,无数商业也纷纷与她解约,而且就在这个时候,那个从小抛弃了王心灵的父亲,也突然随着舆论冒了出来,并且借助女儿此时的热度 开始卖起了假的饮用水,还被抓进了监狱,一系列的打击,让王心灵心力憔悴,本以为经过此次事件的看法会提高警惕,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,几年后王心灵竟然又走了一遍老路,再次被人保护 这个女人被称为甜心教主,是无数八十,九零后心中的女神,可就在事业刚刚活活之时,却因被男友曝光私密照片,而被血藏失灵,逐渐消失在大众事业,她就是王心灵,在经历了范志薇以及亲生父亲,带给她的伤痛后,王心灵也逐渐消声匿迹,开始沉淀自己,可就在这时一个男人的出现,再次波动起了王心灵的新鲜,在2011年王心灵和台湾男性谣言后,在肯定南湾游玩被媒体拍到,两人也大方地进行了官宣,可还未当粉丝 送到祝福时,有一件令人瞠目结舌的事情发生了,随着二人官宣后,媒体便开始不断对他二人进行了深挖,这一挖竟然还真挖出了大光,原来谣言后除了王心灵,竟然有个相恋八年的女友隋堂,这样无数人,开始质疑起了王心灵的身份,再加上隋堂的煽风点火,小三这个称号仿佛已尽,在王心灵的身上坐舌,逼得王心灵不得不,开了一场记者会,为自己的身份诚信,接连几次感情的失败,让王心灵彻底对感情丧失了信心,并且在此 中短了工作,闭关了一个月,整个人也是报受了三十剂,可能是这次的打击,让王心灵彻底明白了,事业才是最重要的,于是再次登上荧幕的王心灵,也一改常态开始拼命地工作,人气也开始一度回升,并在前不久的乘风破浪的姐姐中,大战光彩惹得无数人为她加油,对此她本人也很是感动,并在社交平台一度向粉丝致行,所以说王心灵,前半身的情感之路颇为趋着,在事业上也几次经历了大起大落,可她这份重头再来的勇气, 却十分值得静怀,而也正是因为这点,才能让王心灵重回高峰,最后也祝愿王心灵,可以再次大放一彩,为我们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,如果各位看官对王心灵,有什么不同的见解,欢迎在评论区讨论,我们下期再见